再来看巴西 巴西总统府当地时间27号宣布 巴西政府愿意接受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捐款 用于亚马孙雨林火灾灭火行动 同一天巴西的邻国毕土和哥伦比亚 呼吁召开地区紧急会议协调各方来灭火 巴西总统发言人27号说 巴西欢迎任何有利于森林消防和打击非法砍伐的国际援助 但前提是这些援助必须由巴西政府支配使用 巴西外交部27号说 巴西外长阿劳若近日同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通电话 确认巴西方面接受英国1000万英镑的捐款 这笔款项将用于亚马孙雨林灾火 另据美联社报道 巴西已接受加拿大的援助金额为1100万美元 本月26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七国集团将提供2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 用于亚马孙雨林的灭火工作 但被巴西方面拒绝 今年8月 亚马孙雨林火情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最新数据显示 巴西境内森林着火点达8.2万余处 其中超过半数位于亚马孙雨林 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数据 今年亚马孙雨林发生的火灾的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80% 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巴西政府已经派遣军队和军用飞机参与灭火 但由于巴西目前处于高温干燥和强风的季节 灭火工作面临很大挑战 大火不限于巴西境内 玻利维亚东南部与巴西巴拉圭接壤的热带草原 和北部亚马孙热带雨林同样遭遇火灾 过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 秘鲁哥伦比亚27号要求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参加定于9月6号举行的地区紧急会议 讨论灾情以及研究阻止毁林开荒的长期计划 感谢观看